那不过呢在Google地图的话呢 它不是Activity 它叫MapActivity 所以请你在Activity前面加一个Map 大写的M-A-P MapActivity 然后呢它会产生错误 没有关系 有不要移上去 把它做什么呢 汇入的动作 汇入动作 汇入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Import 就会自动Import什么呢 Import.com.google.enjoymaps的这个 也就是说呢 它是隶属于什么呢 我们的外部的那个程式库 然后路径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正常的 你不要以为是错误 那里面的话会有个MapActivity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第二个错误而产生的 这边的话前面呢 会有一个错误 有不要移上去 移上去之后的话呢 会出现什么呢 因为MapActivity是一个抽象类别 那有一个方法没做 哪一个方法呢 我把它直接有不要移上去之后 新增位置做的方法 点下去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这个方法 这个叫什么 Is Run Displayed 那这个其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就是产生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完成了 我们程式码的建构 记得啊 第一个先费入 第二个呢 把它新增位置做方法 然后把它Save 两个步骤先做完好了 再来的话 等一下还有第三个步骤 就是呢 权限的修改 那这个我想等一下再来看 你们就找到我的那个部落格 我部落格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讲这个部分 那你只要照这个方法 1234567 做完呢 你就可以看到地图了 OK把画面还给我一下 那目前网络上 应该还没有 又正确又清楚的这个文章 我想我这部分应该算是 目前网络上看到 有关Google Map的这个 比较正确的